《王牌華東純玩之旅》 等了那麼久,終於等到中國開關了 今次就和大家介紹這個王牌華東純玩之旅 一次過去齊南京、千島湖、杭州、上海四個地方 帶你遊歷多個經典和創新行程 無論食、住、玩都是CB值爆燈 快點一齊來看看有多好玩 去南京當然要去中國最大的私人收藏館周園 它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 有北有故宮、南有周園的美語 周園以佛教文化和微派建築為主題 摘合眾多雕刻、古典家具、石刻佛像、壁畫等 各類古代文化藝術品,令人嘆為觀止 之後我們就會參觀中國規格最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國古代寺廟為止 大寶欣寺為止公園 它曾經獲評為2010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 當中最吸引人的當然是精美耀眼的琉璃塔 最佳打卡景點是非佛教名山、牛手山莫素 我們可以游覽世界級佛教藝術殿堂佛頂宮 佛頂宮建築莊嚴長和 無論愛牆、門檻、天花都佈滿考奪天宮的雕刻 簡直是世界級佛教藝術殿堂 佛頂宮內的臥佛造型是借鑑敦王莫高窟內的臥佛像 面容莊嚴磁場 還會360度緩慢旋轉 予以佛法恩責四科 南京是古往今來的文人學子朝聖地 而中國科舉博物館是中國古代最大型的科舉考場 行程會帶你遊覽有趣的科舉相關館廠 包括為上榜者而設的科舉四宴 古代學子出貓作弊的小工具 重現考生百態的動畫等等 讓我們體驗古代讀書人 應考全國公開試的情形 秦淮河是古代才子佳人相會之地 記錄著各朝各代的繁華盛世 和為人樂道的風流韻市 我們會安排盛楚畫坊 暢遊秦淮河 體驗才子佳人 文人默克 到為之著迷的江南風景 我們還可以走在河半夫子廟 尋找地道小食 品嘗江南風味 西湖是杭州美景的代名詞 我們可以環繞湖邊 漫步西湖 欣賞西湖美景 遠望蘇堤、白堤、雷峰塔等美景 體驗溫柔軟弱的韓州風情 來到韓州 除了去西湖之外 我們還會去千島湖 欣賞精彩的布囊表現 這裡的漁民獨創了一種 港、蘭、港、翅、漿的巨網捕魚方式 漁民會先落蘭網 再切翅網和漿網 等漁群游入埋伏圈之後 漁民會合力拉下收網 令到幾千條在網中的魚 同時間飛舞湖面 場面極之壯觀 這麼獨特的捕魚方式 就當然要親身去感受一下 要欣賞上海美景 通常都會坐船沿著黃寶江遊覽 今次就帶大家用另一種新玩法 欣賞上海美景 就是乘坐一架叫做 東巴的英倫式雙層巴士 帶你環遊上海六家咀 坐在寬敞的車廂 透過車上景觀天窗 舒適地全方位欣賞行走中的上海美景 沿途有專業的導遊 為你講解風景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 將六家咀的大都會風光 一一盡收眼底 車廂還會提供免費的WiFi 咖啡、充電插頭 絕對給你一個全新的旅遊體驗 這麼精彩的旅程 是否都心動動想去玩一下呢 永安旅遊中國長線星級順玩團 全程不像購物店 和不像自費增遊 遊覽的時間更充裕 更加會安排耳機導賞 等每一位貴賓都可以清楚聽到導遊的講解 玩都玩得投入一點 還會免費提供手機數據CIM卡 等你隨時可以和家人、朋友 分享精彩的旅程 心動不如行動 現在就上永安旅遊Apps 即時報名預訂啦